欢迎各位来到 突破球大会的半决赛 今天只有六个人 可以晋级决赛 所以为了符合 他们的心情 我们想了一个主题 叫请别遗憾离场 我当年高考也是失败的 现在我不遗憾 但我是失败的 高考成绩出来的时候 我跟我妈在登黄山 我妈非要提前问那个成绩 我说你别问 她非要问 问完之后我说 我妈考怎么样 我说你把那个栏杆扶扶好 我说妈你还怕我跳下去吗 她说怕忍不住 把你推下去 只要是离场 就必然有遗憾 所以我个人的职场秘诀 就是只要你转行的速度足够快 年轻人就永远追不上你的脚步 打不过没有关系 你跑还不行吗 是吧 我已经开始练跑步了 初走断生 我归来仍是基层 就是我从事脱口秀之后 我就从来没有过遗憾 我是那个周杰伦的眼粉 弹幕里好多人说 我长得特别像周杰伦 我就特别地开心 因为我录节目之前 演出我们观众 就大家看我长得像哪一个明星 他们都说是张全弹 最让我难受的是 我想到以后再也没有人 听我说脱口秀了 我也不会出现在脱口秀里了 我只会出现在一些 各大公众号的养生文章里 文章的标题我都猜得到 应该就会叫熬夜究竟有多伤身体 脱口秀黑寡妇 熬走别人之前 先熬走了自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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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